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林梓棟,這個環節邀請來Jason,和我們聊聊 Jason,你好 梓棟,你好 現在先和大家看看外地和本股股市收市的情況 先戶心300指數,跌了超過2% 收市跌了80點,3291點 上證中指,收補2723點,跌了57點,跌幅超過2% 深證成分指數,跌了203點,8581點 創業版指數,跌了39點,1478點 港股方面,繼續要跌 今日全日跌429點,跌幅超過1.5% 最終收補27323點 國企指數,跌209點,收補10535點 大市成交1,114億 和Jason談談大市 港股會不會紅市的意味越來越濃呢 因為14天RSI只有33.2 都是未超賣的 會不會都不排除,市會繼續跌下去 這條500天線,26802點 才叫了,都不知道是不是有支持 是,最近市場上充斥的氣氛 或者消息面上,大部分都是很負面的 譬如說,見到美股就算是彈 但是香港或者大陸那邊,都完全是跟不到 另外亦都看到,在內地方面之前出的 昨天出的那系列的經濟數據 大部分都是相當之差的 就是說,工業增加值 都去到剩下6% 另外,股頭頭七個月剩下5.5% 都去到歷史的低位 大家都有些擔心 就說,內地的經濟增速,動力去到下半年 會不會都有一個很明顯的下滑呢 即使之前見到國務院 或者在一些中央級別的會議 都說明,接下來這幾個月 會加大專項債的發行 提振基建投資 但是是不是就足以令到 各行各業的走下坡的情況 是可以扭轉過來呢 你純粹單做基建投資的話 可能力度都相對有限 未必說能夠鼓勵居民的消費 未必說可以鼓勵私營企業 再投資的意欲 所以對於內地經濟會不會進一步下行呢 這個都是大家會比較聚焦的地方 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內地A股 最近都不斷轉弱 這一回合就不關什麼流動性的事 因為看到內地拆息沒有怎樣抽高 整體之前的M2方面又反彈 新增的信貸方面也增加了 你見到內地方面 其實現時的流動性 或者融資方面 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那些錢可能去不了實體經濟 或者就算去到也好 但是由於大家都可能會對於未來貿易戰的擔心 對於整體市場需求有個放緩 所以都令到很多行業 在現在這一刻再增加生產動力 似乎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這一方面對於內地股市 可能都會潛在一些壓力 在那裡 再加上看到很多新經濟股 或者高估值的板塊 這一回合在香港的市場 都倒極的 而且在業績期上 之前有幾家公司出來業績不對版的 本身他們是屬於高估值的 都立即被人堆下來 昨天就是順雨 大家相信都不會忘記的 力歷在目 力歷在目的 接下來今天 應該稍後時間 騰訊都會出業績 業績方面的主導性都挺大 另外也要留意資金面 因為都看到人民幣繼續轉弱 代表錢都是由新興市場 或者中國那邊流出 因為始終土耳其的問題 大家現在最關心的 因為看到現在土耳其的總統 似乎都沒有一些妥協的情況 反而就對美國一些進口的汽車 一些煙草的產品 都說再加個關稅 令到美國和土耳其的關係 可能會趨向更加惡化 導致一些外資由土耳其撤走的速度 會越來越快 如果你說土耳其接下來不幸 某些債務真的還不到 出現一些違約的情況呢 會不會都令到這些所謂新興市場的危機 由土耳其蔓延到其他的國家呢 這一方面都令到現在市場上面的氣氛 是會進一步有個轉差的情況 另外港股這一邊 今天跌市呢 成交明顯是放大了的 而且都見到這一陣子 市跌也好升也好 很多時候都見到北水繼續走資 繼續沽一些之前買得多的股份 譬如騰訊都被人沽得很厲害的 所以如果你說又面對著資金流走 一些內地經濟放緩 再加上外圍 土耳其美國方面一個越來越惡化的關係呢 那可能短線裏面整個行至 都還有機會會再試低一點點 那短線可能試回到27,000 希望有個初步支持 但是就算接下來市場下不了去 當然彈一些上來也好 但是反彈的力度 我覺得都未必會太大了 今天其實見到大市的跌勢都很全面 那些汽車股、賭股、藥股、燃氣股 全部都塌下來 大家現在的氣氛好像非常之負面 如果策略上 大家應該都要清倉 寧願持有貨幣 可能有些股份都要蝕 或者平手的都要先走 這陣子市場之前幾天沽 剛剛說過一些高股值 或者新經濟、科技、軟件、科網那些股份 或者醫藥那些股份 但是見到今天有些情況很特別 譬如說之前都做得好好的一些鋼鐵股 見到馬鋼都急跌 另外好像之前都提到一些 受惠國賊的基建股 個別都叫做跌下來 所以都反映了會不會現在的基金 開始將那個叫沽售的對象 由之前一些高股值、新經濟的股份 轉去一些就算股值不是那麼高的 或者本身的行業基本面不是差的那些股份 都一樣是有個拋售 這個就導致資金是一個全面外流的格局 就算是好的股份 一些相對業績不錯 或者受惠國賊的股份 又是出手拖一拖人民幣 令到市貨起碼彈了一點 人民幣當然現在跌 可能內地方面都不一定是很反對的 只要不要說你突然之間一跌跌成一千點 我覺得他又未必說下都會出手干預 還有你說七選這個是不是一定叫做 中央自己有個共識的底線呢 都很難說的 因為如果你說接下來 國民疫戰真的繼續打下去 都真的影響到出口 某程度上將貨幣逐步有個貶值 其實都不是說真的那麼差 當然它要顧及內地自己的金融體系 或者資金流的壓力 還有就說對於內地企業 一些外債方面的償還能力都要考慮到 但如果你說的幣值不是在短時間之內變得很厲害 我覺得大力的負面衝擊不一定是很大的 但當然對於股票市場來說 整體的反應會是負面 另外大市主要是由騰訊連繫著 今天都自成3%下來336元 最低335元都見過了 今天除了是它收市之後有業績之外 都繼續有一些負面的消息 騰訊主要是靠手油收入 之前就撐住了 不知道它這次業績出來會不會有良點 但今天就有一些消息 就是一些大陸的監管機構 擔心有些網上遊戲 有些暴力和賭博的問題 已經暫停了或者凍結了這些遊戲的審批 令到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些網上遊戲或者手機遊戲都一定會受到影響 整個電腦遊戲的板塊或者前景都會暗淡一些 這個應該根據 Bloomberg 那邊的消息就傳出 可能監管那邊的部門就有些重整 職權上可能會有些整合 暫時就凍結了所有遊戲的那個牌照的審批 無論你手機遊戲電腦遊戲等等 都暫時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都提到會不會部分遊戲 因為之前是牽涉到一些暴力成份的 或者賭博成份的 可能都批了出來 發覺可能對於內地的青少年那些玩家 帶來一些不良的影響 所以現在要整頓整個審批的環節 基本上這個政策是相當之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說整個審批的流程改變了 或者接下來在審批的標準上面嚴格了 分分鐘可能練一些最基本的射擊遊戲 都因為你說牽涉到暴力的問題 而不讓你出的話 基本上騰訊或者內地所有的遊戲開發商 發行商來說 都一定是會有很大的衝擊 但是始終一來就說現在的消息 都純粹根據一些Bloomberg那邊的消息的透露 還未經相關部門的證實 還有究竟到最後在審批上面就算加強 但是不是說等於所有涉及暴力的遊戲都不讓你出呢 這個我覺得都是要等進一步的消息才可以分析到 暫時純粹留在一個最表面的消息層面 我覺得可以做的有限的 反而你說看騰訊的股價 接下來會不會再跌呢 接下來應該沒多久之後 可能接下來這幾個字都會出騰訊的業績 大家要密切留意著這個表現 好 除了騰訊之外 我們都要講一下萬洲逆市期包 今天升到8%上去 主要就是公司公佈了中期業績 賺少7% 但是如果按一個生物公運值調整之後的業績 收入就按年升到4.8% 都有些大行唱好它 如果看回萬洲盤勢數 是不是都OK呢 但是現在貿易戰都不知道會打成怎樣的時候 萬洲這樣打一旦上來 大家應該有怎樣做 萬洲核心的順利上半年 就應該升13% 第二季其實過年的升幅都有7%左右 算不錯的 雖然美國那邊的業務繼續拖累 因為在美國上游方面 生豬價格和豬肉價格的差價就收到很窄 令到它的屠宰業務 或者賣新鮮豬肉的業務 上半年是要虧錢的 拖累了整盤數 但是有些的好轉 就因為見到它在7月份打後 都見到美國的豬肉價格 開始叫做升了一些 還有萬洲也都是開拓更加多 一些出口的地區 就不是說只是來中國 不是說只是去墨西哥 所以我相信 對於萬洲的打擊 初步應該是見到底部 而且也不乎一些比較好的良點 比如在國內的商匯品牌的業務 繼續有一個盈利的改善 因為見到內地方面 就是豬肉價格 都是比較低的情況下 令到它的肉製品 的業務 那個profit margin 繼續都有個上升 只說肉製品的業務 即是在中國方面 這一方面都已經賺了 大概3億多 基本上都算是 這麼多範疇裡面 這一部分就變得最好 所以如果你說 港萬洲之前的股價跌得這麼多 就因為大家害怕 疫戰對它的衝擊會不會很大呢 第二季的業績會不會進一步去差下去呢 但是這次出來 又不算很惡劣 所以當它的股值 現在都比較低的情況下 短期出現一些反彈 是不出奇的 好 也謝謝Jason 詳細分析 先跟Jason申報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及的部分 沒有持有的 謝謝Jason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 跟Jason談到這一點